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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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首先我們要醃我們的雞肉 之前先開火熱鍋一下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煎它 一樣四場去挑一下雞腿肉 然後我們直接下去醃它齁 好啦 我們先加入我們的鹽巴和白胡椒 來 增加它的鹹鹹糖 米酒我們大概加入一湯匙稍微的去腥一下 稍微的捏捏 醃製一下 來 OK 然後我們稍微的放在旁邊 轉裝 OK 好 再來我們在熱鍋的同時呢 我們就直接調我們的 造燒最重要的醬料 我們先加什麼 來 這是味醂 味醂都下去 再來我們的水給它進去 醬油給它進去 好 再來我們的米酒 剩下的米酒給它進去 再來 我們今天加了一點蜂蜜 增加它的味道 加了蜂蜜 加了蜂蜜 非常的好吃 你們真的可以試看看 OK 拌一拌 來 來 好 來 OK 稍微的攔一下 來 我們準備來剪我們的雞腿排 來 吃點鹹鹹的 非常燙 非常燙 來 現在我們加油 好啦 一點點就好 雞腿排啊 裡面炒一下讓它出一點油 來 來 我們也吃個煎三隻吧 OK 我們稍微的整開一下 我們蓋個蓋子 我會比較緊笑的 來 我們拌去看看 來 可以喔 來 看一下 來 可以喔 來 把它的皮面煎成這樣 金黃色 來 金黃色 來 OK 我們繼續上蓋一下 來 繼續上蓋一下 好 來 再看一下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來 這時候我們再方便一下 好 來 把它弄一下 然後 我們剛剛調的醬汁 來 整個把它沾下去 OK 來 這時候呢 我們需要讓它 有點縮汁的感覺 所以這時候我們需要上蓋 然後火我們稍微的轉小一點 我們用小火去燜它 好 來 好 來 好 整個 哇 整個這樣沾下去 來 我們稍微的給它 翻過來一下 好 再蓋一下 好 再蓋一下 感覺超美味的 來 其實縮汁已經縮得差不多了 我們小火再蓋一下 我們就準備上來 簡單 好 來 好 來 香噴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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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噴 好 來 這時候來 來 放下去 多麼簡單的一道菜 來 來 我們的照燒雞腿排 美味完成 簡單哥 再美味 試試時間 好 來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我們照燒的雞腿排 照燒雞腿排 我們是要吃到照燒 小的好不好吃 小的這個黃金比例啊 小的 小的 超好吃的 嗯 楊哥家的這個蜂蜜啊 真的多了一個很香的味道 你們真的可以試試看 嗯 天天的收汁啊 煮也可以去用什麼 整個汁都進去 這才是真的好吃的 照燒雞腿排 照燒雞腿排 沒玩玩 哦 哦 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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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